那我们来听一下有关热点火山这里问的题目 然后待会再轮到我自己讲一遍 请问由上述文字叙述如何得知该处的板块位移的方向呢请说明 这里有两个你不要搞混 一个叫做火山打链 一个叫做火山打链 链一颗一颗很多颗 链一个带状 像我们台湾一直延伸往北到日本就会说 这一系列火山打链 但是如果就这个题目讲的夏威夷或者帝王 打链是火山打链 一颗一颗又一颗的出现 不一样哦 打链是聚合性的板块交界 因为某一个密度大隐磨 造成一连串的一大片的导弧 但是像这个叫做热点火山 一颗出来 另外一颗再出来是独立很多颗 那很多颗的年龄都不一样 它是热点 是火山导链 所以这里 帝王导链有的翻译写皇帝导链 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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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怪哦 跟他迷人啊 夏威夷导链 所以你名字要看对哦 然后他再问年龄来判断板块移动的方向 如果是那个中阳级就是往两侧移动 方向就是两侧 但是呢这个叫做板块内部 利用那个热点火山来判断 该板块移动的方向 所以我们要去注意年龄 也就这里写了85个百万年 27个百万年 85个百万年 然后呢27个百万年 这一个 夏威夷导链的最西边这一颗 我这里没有标 只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来判断方向 我想要先看左半边 左半边看完 我们再回头来看题目问的 左半边看什么呢 有地寒热柱 这个点不会动 温度很高的地寒热柱 老实说就是软流圈的位置 软流圈局部原始融融的岩漿 然后就想要呢往地表附近跑 那不论如何我们习惯讲热点 讲地寒热柱 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都是同样的 位置 什么热点相同的位置 不同的指在哪里 板块往左边移动 往左边移动 先看上头 某一段时间现在正在喷 因为地寒热柱而正在喷的是B Blue的这个小火山 过去呢 过去的话呢一直往左边推 所以过去曾经有在喷现在没有喷的A 绿色的火山 所以呢就看图往左半边板块移动的方向 会一直出现新的火山 我所谓新的指的是 因为一直拉过来一直拉过来 这个热点不动板块的 该位置一直有新的跑出来 所以你直接看到下面往左边拉 板块往左边移动 不只有刚才的A 而且B现在也不喷了 而现在来一个C 再过一段时间C也不喷 又继续过来又来一个Z 总之A最老 B次之正在喷得最年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往拉的方向 往板块移动的方向 最老 所以呢你利用热点火山 你直接去找谁最老 找到最老的 就是板块移动的方向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右边 北端 帝王岛链的北端 就是最老的它 所以就是往北移动 再来夏威夷岛链 最老的就是在西边 所以就是往西边移动 但如果要更确切一点 不是南北或者东西方向 一点点斜斜的 所以呢最老的最北端 事实上是西北端的 八十五个百万年的 这一个火山 MA代表的是百万年 所以呢这个太平洋板块 先是往北北西的方向移动 只是懒惰讲北方 我也没有意见 精确一点就是北北西 而后呢 板块移动的方向 也会转向 就好像呢 中阳级两边扩张 扩张速率一模一样吗 约略向的 没有一模一样 就好像太平洋板块有扩张 这个大西洋板块也有扩张 扩张的速率有一样吗 没有 你要去看单位时间 它扩张的量 那个宽度是多少 再去判断 扩张的速率会不一定 移动的速率会不一定 方向也会有些许的改变 先往北北西 而后往西北西的方向 所以利用热点火山 可以判断该板块移动的方向 而事实上这个是在大海 陆地另外一个举的例子 叫做美国的黄石公园 它也是一个热点火山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 吃 吃